好 《科學新知》又同打劫了 今天又很高興找了陳哲喊博士 又不應該說找到你了 今天來就從頭到尾就在那裡 我們今天都要重續了 因為大家都現在很喜歡看《Top Gun》 《Top Gun》由於它太受歡迎了 結果... 我都看了不重續了 這件事 很帥的 我們都是要重續的意思就是 就算我們兩個看了 都未必在《科學新知》裡面說的 但是起碼電影在初段的時候 都涉及一個挺基本的物理學的問題 就是這個G-Force的問題 我想很多人看的時候 知其言而不知其所言 就是你覺得飛機飛得這麼快的時候 當然很辛苦 起碼你搭飛機你自己也知道是辛苦的 但是去到一個好像那個戲初頭這麼極端的狀況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人就懷疑是不是一個普通的機師可以承受得到 還有它那個飛機爆了之後 它可以這樣通街走的 我們覺得比較離奇一些的 那倒不如我們可不可以從一個基礎開始 何謂G-Force呢? 是啊 簡單來說 我們其實人人都在承受1G了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球表面上 我們感受到那個萬有引力 那個萬有引力就讓我們 譬如有些東西 你放手去自由地跌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東西會越來越快的 因為它持續一直有那個力 一路去拉著它 那你基本上有 這是牛頓力學的東西 你有力就有加速度 是不是? 那我們的人其實不停地承受這個萬有引力 給了這個力 是不是? 我們如果不腳踏實地的時候就跌落地 地心加速度 那給出一個數字就是9.8米每平方秒 就是這個意思 那其實這些數字 或者單位那些 那我不去很仔細地去解釋 但是 或者舉一些其它例子 我們承受到 我們要承受到地球有多大的引力 很視乎地球自己本身有多大有多小 就是說我們同樣的一個人 站去月亮 同樣的一個人 站去火星 我們會感覺到自己站上 就是我們站上房的時候的讀數會不同了 就是因為那個星球本身 對我們的拉力是有不同的 它大一些 給出來的拉力就厲害一些 就是那個地心吸力 你可以說地心吸力就大一些 那我們就很習慣地球表面生存 所以我們就用我們自己的地球給我們的地心吸力 那個量就作為一個重力單位 我們就承受著一個地球重力單位 但是那個G其實就對應著一個地心加速度 就是我們每單位體積所承受到的那個 那個萬有引力是多少 當然就是我們如果身體上面擁有的質量是不同的時候 我們承受著的那個地心吸力也都不同 所以我們站上個榜的時候的讀數就不同了 就是這樣 這件事就會這樣 在地球上面 我們會不會有時感受到不同的地心吸力呢? 當然 如果你說有人是活在赤道附近的國家的 和你活在這個近北極的地方的國家 其實那個地心吸力是可以有一點點分別的 少到我們不是很覺的 甚至乎就是說 如果我們站在這個 喜馬拉雅山的山頂 和站在這個地球最深的深洞裡面 理論上那個地心吸力也會不同的 就是說我們其實就是 你說如果站在足夠離開地球夠遠 我們感受到地球比我們萬有引力會弱了 我們如果走進去地球的核心越近 又是會弱了的 我們如果站在地球表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感受到地球給到地心吸力 就完全就是地球上面所有的物質 牽引著我們那裡 那就是最大的 也都是在那裡給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九點八米每平方秒的這件事 另外有些什麼情況可以在地球表面上面 都有時感受到不同的萬有引力 其實一個最簡單的 你搭升降機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像過呢 你搭升降機向上的時候 升降機開始抽你的人上去那一刻 你好像覺得你是好像要被吸緊在地上 強一點的 又或者反過來你搭升降機下樓 那個升降機剛剛開始向下跌 你好像覺得有些是飄著飄著的那樣的 那你也可以想像到 如果是瘋子上來玩的那些機動遊戲 那些跳樓機那些 其實就是完全就是一個 一個運作得超快的升降機 那一刻突然間你會感受到 好像一個無重的自由落體的那種狀態 你就再感受不到你的腳 就是那個地下給到一些什麼的作用力 令到你感受到你自己有這樣的重量 那就是這些這樣的情況就是 你自己感受到 就是簡單的說一句吧 你自己感受到多少的加速 多少的地心加速 或者其它加速都好 是好視乎你自己本身受到多少的力去擺佈 你去坐過山車 你跟著那個山車 你坐左、你右 發上發落 那其實你就不停地被改變你的運動狀態 不停地承受那個加速 而且那個改變來得越急的時候 你承受那個加速度也都越強 回到topton那裡 於是你拿著一架飛機 你轉彎轉得越強 它的速度和方向改變得越強的時候 你就會無形中承受一個很大的加速度 那個加速度甚至可以強到 比我們的地心吸力 比你的地心加速度更加強 以倍數來計算 有兩倍的時候就2G 三倍的時候就3G 我們本身在承受1G 就是這樣來的 好了 這個我們很清楚了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人承受到某一個狀態的時候 對我們那個 就是多少個G force的時候 對我們的身體狀態 尤其是我們的血液循環 產生了什麼影響? 我們很容易想到 如果在承受2G 譬如我一個陳志弘 就等於要多揹一個陳志弘在上面 壓著我 站在我的肩膀 如果是去到4G、5G、6G的時候 就等於要5、6個我來去騎著我 其實不止是這樣 我現在講的 不只是我身體、肌肉上承受 就是大家我想 唯一比較能夠感受到 就是去那些機動遊戲公園 玩一些機動遊戲 過山車 那些這樣的 那些法法摩天輪 咖啡杯也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有些比較厲害的 那在那種高度旋轉的狀態的時候 你不知道有沒有試過自己企圖 去動你的手 動你的腳 你發覺你感覺到那個干擾是大一些的 那當然了 如果一個人坐著一輛這些戰鬥機 或者就算是過山車也好 你都會受到這些 就是你承受一個大的加速度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承受超過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G 其實以我記得一般這樣的機動遊戲 通常都不會給你超過3G的力量 就是你都不會感受到多過的 就是可能2G你已經很頂不住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一般人沒有受過飛行訓練 去到3、4G你就暈倒了 是不是因為你血上不了頭 是的 這個就跟那個循環有關 當你 我覺得譬如說你承受3G 是不是只是代表著有 就是你除了你自己的體重之外 再騎多兩個人在你上面 就為之等於你在戰鬥機裡面承受3G呢 還有多一個問題的 因為這個加速度不是只是說 不是只是說有力壓下你肩膀這麼簡單 而是你整個身體上面 每一個單元 每一個部份 都是在承受這種加速度 於是乎就是你身體上的血液 原本它可能心臟一封 就可以很容易將維持你的血液循環 但是突然之間有一些位置 那些血就很難到 有一些位置那些血就聚了在一邊 於是乎沒有血到那些位置就麻煩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 對於一些一般沒有受訓練 身體不是太強壯的人 可能心臟也不是太強的人 3、4G就會暈倒就是這個意思 那些飛行員身體好 心臟機能強的話 一般來說承受8G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大家有看這套 就是看Top Gun的話 那它講到承受到10G這樣 在這個現實上的飛行員紀錄裡面 有人做得到這樣的 但是就很少數 最高紀錄去到11的 超過11都有 但是這個就骨骼蒸奇了 就是能夠承受到這麼大的G 試的時候當然就不是在戰鬥機裡試的 這通常就牽涉到這麼高的加速度 還有就是想到就不只是戰鬥機的環境 通常是在太空飛行的環境上面 有機會就遇到這麼極端的情況 所以這些東西 太空總署是有它那部離心機 去擺一個人上去發的 那你講到這個離心機 是不是有一部機是叫做這個G-LOG的 G-LOG是純粹講那個現象 就是你那個人如果承受得太大的地心加速度 那個比你那個 或者我用一個俗話來講 就是地心吸力對你來說太大 於是你身體上面的血液循環都受到影響的時候 我假設那個腦沒有血度 失去意識 然後就暈倒了 這就出現了那個意識不清醒 然後那個現象就為G-LOG 但是太空總署那部機本身 它就有一部離心機的 大家就算你去網上 就這樣搜尋NASA 接著是8G 接著是Santrefield 離心機 那個英文 你就會找到一些片 就是他們去試 就是有一些 有時候有一個專業的飛行員 去試 這個也是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太空人要在空軍那裡找人 因為最能夠去貼近太空飛行時候 面對那種極端加速度環境 往往就是飛行員 尤其是那些戰鬥機的飛行員 他平時可能開戰鬥機的時候 已經受慣了5G、6G 去到這個火箭發射的時候 也都會面對一些這樣的情形 那後面我們在看那部機器 是不是這些離心器來的 是的 就是在台長你後面那裡 就是你的畫面那裡 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那裡面就 你坐上去 那你坐上去的時候 你看到綠色的那部份那個支架 就是那個旋轉那個柄來的 它就會將它 在那個水平方向那裡 是這樣發來發去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你暈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 將你鎖住在上面 舒舒服服坐在那裡的騰騰轉 但是這個騰騰轉是變態的 它就會不停地越來越加快 越來越加快 越加快 就是你在一個圓形軌道上面運行 你就不停地在改變你的運動方向 來去走圓形 現在看到那個圓形的怎麼走 去到某個位置 現在台長你播這段片 其實就是那個飛行員 承受到8G的 就是這個人 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人都變形 但是當然因為我們不方便在那裡開聲 其實就是他要收到一些指令 要去試一下他的意識清不清醒 做不做一些指令的動作 回答一些指令的問題 就是需要做這樣的步驟 來確保他在一個極端環境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和地面溝通 接收指令 執行任務 那是不是這個是一個太空人的基本訓練來的 這個是的 這個相信是的 不單止只是說要上山下海 學一下怎麼彈射 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空軍基本的訓練 它一定會有 如果太空艙裡面 就更加多其他麻煩的東西了 當然他可能在面對G-Force的環境 就是更加極端 可能有機會承受更加大的加速度 另外就是要執行各種更加複雜的指令 尤其是對於那個 怎樣去駕駛一個太空艙 和怎樣去駕駛一個普通的飛機 兩回事來的 就是普通的飛機 你去改變它的狀態 當然越飛越快的飛機 你要改變它都越難 但是離不開流體力學的原理 但是如果說火箭這些這樣的飛行 一定就是牽涉到一個真空狀態的飛行 整個那個控制的那種手感 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最麻煩的 其實太空人去面對更加麻煩的環境就是 在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失控 落入高度旋轉轉到呢 就是停不了 就是你普通的飛機 可能就是說 你擺左擺右你轉都好 那個空氣自己本身 也都會對你構成阻力 令到你的東西 原本轉得很快的會慢些 原本走得快的會慢些 在太空沒有這件事情 你不去清醒地介入這個狀況 去修正 一做不到就永遠就是這樣 就是太空是一個幾乎沒有阻力的環境 所以我只會說太空飛行 就比起那個 這個戰鬥機飛行 就可以是更加危險的任務 我們去理解這個 就是幾多個季 或者人類為什麼會習慣這個東西 是純粹一個進化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譬如在第二個星球 有生物存在 它是習慣了二季 其實二季 對它來說就是一個 就是慣常的事情 絕對是 就是很等於我們的海底生物 那些海底生物 不是用豬來形容 它們習慣一個很高水壓的環境 很暗的環境 它們自己的演化就是 你不適合那個環境 那些都死了 是留一些適合的 那個環境的東西在那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可以在一些深海裡 找到另外一種的生物 它們能夠 但是它們反過來 你撈它上來的時候 它很快會死的 因為它習慣了那種這麼重的水壓 這麼暗的環境 你撈它上來 它就不太頂了 一會多久 你當然是不是說 如果我習慣了二季 其實一支對我來說 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是不是呢 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但是譬如說 如果你們有玩開 就是見一下身 有些人很喜歡 習慣去練力 就把手手腳腳綁很多圓 是不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對於你們來說 如果練習慣了東西 突然之間有一天都脫掉 然後就可以很輕易地 我想就是 慣不慣呢 這個見仁見智 這個就 這樣的 你練習慣了之後 其實就 不是一定說你沒有東西之後 你會覺得 兩個手 就是因為你的神經 是怎樣去加速 加強了那個敏感度 但是anyway 最後這個問題 關於這部戲 尤其是初段 你覺得是 有沒有那個現實基礎 還是還是老作呢 這個 涉及到這個Dark Star 這個這麼高速的飛機 這個要劇透了 那就這麼說了 他電影裡面 就有講到就是說 男主角去參與這個任務之前 本身就是不停地去幫美國的空軍 去試他們那些這樣的飛機 很多時候試機都會找一些很經驗老道的飛行 去駕駛一些他們以前從來沒有駕駛過的型號 有時候也是他們 就是挺危險的 因為很可能那個設計未完善的時候 要去試飛去試駕 那有時候去試這些機的時候 會失敗 會爛了 會爆了 那 就是有一個就是 另外的東西 比如電影裡面講到那個機 飛到超過音速的10倍 音速10倍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每秒鐘行3公里 音速就是每秒鐘行3分1公里 那現在講10倍的時候 就去到每秒鐘3公里 一個是巡航導彈的速度 差在尾是去到洲際導彈的速度 是不是意思 就是等於我坐巡航導彈的那個情況 是啊 甚至乎它快過 我說不好聽 快過一般那些 就是有那些一般很基本的那些 短程導彈那些 其實都是在講每秒鐘1、2公里左右 但是如果在講每秒鐘去到3公里 其實從來沒有試過 有人成功整個一架載人 可以去到音速10倍飛的飛機 那暫時來講聽過 就是試機試到最瘋的都是去到那個6G 不是 6個Mark 就是6倍音速 6倍音速 就是美國的 但是10那個是超現實的 但是它裡面講的面對的問題 都是跟6G 又是6個馬克 那個飛機面對的問題一樣 當你越高速去飛的時候 那個機身和那個空氣的磨擦會越厲害 會很熱的 熱到就是你那些熱漲冷縮特別嚴重 甚至乎是超出了原本預期承受到的溫度 那些槍就不是用普通的玻璃的了 是全部都是用石鷹的 就是透明的藍石來做那個槍的了 那個機身是怎樣才能符合到流體力學成長 這種那麼大的飛行呢 也都是要去計算 還有就是說 地面上有沒有一個合適的風洞 去模擬這種飛行時候的狀態 也都是一個技術難關所在 就是你沒有那種對的風洞 你不可以試到這個機 是不是初步地安全 到你真的去找人派上去試才發現不行 其實代價很大 所以那樣就是有一些科幻的東西 就是其實現在以我們的科技飛過的話 6倍音速 就是人坐上6倍音速已經是最巔峰的了 另外其他有些是試過在現役執行任務 那些都是講三點幾倍音速 就是講的是俄羅斯和美國 是做過這些三點幾倍音速的 這些這樣的偵察機 是不是戰鬥機 我這個真的是軍事迷失清楚 那麼就是這樣說 萬一在那些環境之下 那架機爛了能不能夠生存到呢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你說的就是在一個這麼高速的環境 就算我突然之間被你彈射了出去 就是你那個人本身跟那個空氣這樣去磨擦 還有突然之間承受一個 就是等那些 你突然之間一出那個艙 你就算帶著了你的氧氣罩 你身體上承受那種風的衝擊 其實真的跟撞車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你說 我們看那些戰鬥機怎樣去彈射 好像看到很輕巧地 那機器就來砍了 跟著一架彈了上去 跟著就降下山 但是這個這樣的情況 在一些超音速的飛機上面做 我想就覺得是很匪夷所思的 就是能夠在這種環境之下 能夠彈射逃生生存 我覺得都挺難想像的 還有一個男主角本身都去到60歲了 你猜一個60歲的人 我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我極度懷疑 不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後面那裡那個 YouTube那裡 他都有一些片是講到 那些人去到幾多支的時候就暈了 是啊是啊 那這個一定低過我 就是在戲裡面說 不過anyway不要緊 這個是在講一個想像的故事 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大家就不要 我先更正了 原來這條片是來自歐洲太空總署 不是美國太空總署 是啊是啊 是啊 那剛才你提到這個石英 那其實石英這件事 在現代科技 有沒有一些很爆炸性的用途 我們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其實在以往做科學生思的時候 不小心在幾個科學新聞裡面 會提了石英這件事 譬如石英可以做什麼呢? 最簡單就是去我們的石英標 是不是? 我們可以基本上是有一種 上面的原子的震動 可以幫我們去做一個準的鐘 那這些就知道了很久了 另外我們也都有提過就是 以前也有提過就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一些資訊可以寫上去呢? 我們探討過的一個問題就是 世界上最能夠放得久的這些儲存的硬件 會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經常出出入 把這些東西寫在電話裡 或者寫在SD卡上面 那些叫Fresh memory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你擺放了三五七年 你開始發出一些檔案 你讀不回就弄了 我們也有提過就是 反而我們現在接觸到比較便宜的 這些這樣的資料儲存的硬件 反而是那些叫做磁帶 Magnetic tape 即現代的Cassette帶那些 反而是可以擺得比較久 擺二十多年都可以 沒有問題 反而是你說CD都是很容易就會爛的 於是有人就會想 你要擺一些東西擺得久 你要用什麼物料好呢? 我們以前曾經報導過 就是說用DNA 因為擺五百年就可以了 當然DNA本身你也要好好的儲存 因為DNA它懂得複製 很有趣的 用一個很有機性的生物學裡面的一個材料 來做這個資料儲存 也都好像快要變成一個商業產品來做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不是講到這麼高科期的 或者是可以很就手地自己放在家裡都可以的 我們那些都提過的 有一種叫millennium的一種技術 就是完全用那些叫做 無機物料去做那個儲存 它那些CD 就是那些都是一種好像CDRW 但是它完全用無機的物料 於是它就聲稱可以擺一千年 那我們都研究了 其實現在最新的新聞 又是剛剛這個星期有報導 就是說 其實Microsoft的公司它就找到一個方法 就利用石英 可以利用 具體的石英 為什麼可以幫我們做資訊儲存這件事呢? 我自己都沒有搞清楚 但是基本上呢 就利用了石英 它本身可能是上面的分子排列等等 你可以有辦法去把那些資訊寫進去 但是石英本身就是一個 屬於是很穩定的結構很硬正的 大家剛才也聽到就是 我們拿去放上去做這個高速飛行的 飛機上面的那個玻璃代替品 是可行的 硬正一點 抵受的熱力是會強一點 於是一隻這麼耐用的物料呢 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可以做得到 將資訊寫進去 將資料讀出來呢 那其實就可以拿來去做 就是資訊去save一些東西了 那以石英這種物料這麼堅硬呢 其實擺幾千年是應該沒問題的 那現在很有趣的 就是說它講到就是 Microsoft其實就想利用這些石英的 就是資訊儲存技術呢 去將這些資料可以擺上 以幾千年計的一個這樣的時間 那譬如我刻在石頭上面 都可以擺幾千年 我們是幾千年前的文獻 那我們都在石頭或者那些金屬那樣 但是這個是在講 是不是應該是微型的儲存呢 那當然了 如果就是在講 打一個比喻 它譬如一個聖經這樣的資訊 它都是基本上可以用一個 可以怎麼說呢 大約一個五元銀的空間 一個石英 基本上一個五元銀的空間 應該就裝了薩尤達 那它其實在講就是 就是擺一百 就是基本上一塊 手上面可以拿著的東西 這麼小塊的東西 是的 就是台長你這條現在展示出來的 上面是一百個GB 當然你可以說 都不算特別大 但是你想一下 它可以耐用 現在手上你能夠可以 市面上買到那些SD卡 可以儲存到應該都找到一些1TB 就是比較貴 你找到一些500GB 1TB的SD卡 你是找到的 比起現在這個畫面 展示出來的那張東西更小 但是現在這張東西呢 就大個SD卡 但是它的優勝的地方 就是它擺得很久 它能夠擺到 就是這裡雖然只有100個GB 都是壓榨過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SD卡 但是它就比SD卡 現在遠遠能夠擺長 這個時間長 長幾百倍 我講的 那你估計 其實有些什麼人會 這麼花心思要擺的東西擺幾千年呢? 這樣講 你能夠做得久 就是這樣講 你在中間可以節省到一些的成本 有些東西你不是這麼耐用 但是你還想繼續保存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不停地把它 再抄去新的東西 就是資訊轉移有個成本 其實現在都在做的 比如現在我手上拿去打體這個 那你就 是啊 當你認為有些東西是全世的 是不是? 就是這些 不要聽以前我們流行LD時代 花很多錢 成幾百元上千元 你說起來也是 1986年那套TOP GUN 當時那些人多搶手 要儲他那隻LD的 但是你最慘的是 現在LD又不流行 接著還要是 那隻LD原來不耐用 你如果當年真的買了 你現在再拿去 你還是有一部LD機 你發覺都已經是滑滑下了 就是它不是一樣很耐用的東西 所以 起碼你要擺得上一個 遠超過我們一代人 兩代人 三代人 都可以保持到的東西 其實都有它的市場 在那裡 你都希望有些東西可以全世的 無論是書館上的知識 或者是文獻上的東西 我們將它轉錄 現在我們在講圖書館 都是會將那些 這麼久以來發行過的報紙 拍成片片 其實在講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這些我們原本可能在Digital Library 全部都可以變成一些這樣的石英片 而且不小心掉下去 又不是那麼容易爛的 那些東西很熬得很耐用的 熱點冷點被炸彈炸過都不用的 那就是那種就是 所以為什麼說 用來應付世界末日的一個好材料 那條標題都這麼說 這個就是Microsoft都很應對世界末日 它講明的 但是你估計成本是否高的 就是做這些處理 因為我具體上不清楚 它那個機制是怎樣的 我估計是不便宜的 就是它裡面 你要令它能夠去記錄到資訊 應該是都要用到那個石英 本身那個晶體那個排列 你要改變它的排列 來去放那些資訊下去 那我具體上它怎麼去寫進去呢 怎麼去改它呢 是不是用那個激光就搞定呢 那我自己 這裡不是很清楚 它具體是怎麼去做 但是我理解其實它應該是不是 Binary 就是0101 那些曲子這樣放下去 是啊 應該都是要刻一些東西上去的 那你就把這些這樣的資訊 好像可能真的就是 就是跟你去把一些資訊寫入上一個的 就是那些 劇碩帶 錄影帶上面的原理 我想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對於那些這樣的劇碩帶 錄影帶呢 你有個池頭 你的池頭 你只不過去給一個電的信號 就很容易變成一個池的信號 控制它的信號的強弱 你就可以把那些這樣的資訊寫下去 但是呢 在這個的錄影上面 是不是這麼容易做 我就會覺得 就應該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我們那些寫什麼CDR 或CDRW 都是用激光來把它刻一些的 就是刻一些比例 那究竟它怎麼去把那些資訊刻上去呢 我自己就沒有去找背後的資料 但是我相信基本原理是 就是一樣的 我相信是一樣的 離不開一些光學的東西了 是啊 是的 好的 那我們第一節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